又是纏土 又是剪彩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 开心参加台中巨蛋动工典礼 脸书贴文却被灌爆 因为北市一岁多男童 已遭虐死 居中转介的俄复联盟 遭批监督不力 也引爆退款查 而联盟前执行长 也是现任董事的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 多日未表退 却高调参加公开活动 最新颇文 喊话眼里检讨 社会安全网的漏洞 遭网友之一 保姆你们找的 访试也是你们 出事却全推给政府 还有人气说 还敢提社会安全网 安全网破掉 就有你们这些帮凶 是董事又是立委 这样的作为 外面也太事不管己了 这个是很早就定好的行程 那个讯息其实接收到 的确是比较晚 但是我一旦知道 已经发生这么重大的 而没有讯息 我在第一时间其实也要求 儿福联盟做错事情 就应该要诚挚的 跟社会当中道歉 另外一个就是认真的检讨 如果王玉敏委员 您愿意 您也绝对可以秉持 你的儿福专业来提出对于地方政府 设政机关执行失灵的争辩 在这个事件当中不要消费悲剧 成为你政治攻防操弄的一个借口理由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怒哄蓝营 不着手检讨双北 第一时间还想政治操作 民进党双北议会党团总招 也要求两位南营市长蒋万安和侯友一 该负起责任 台北市政府有一个三宝爸 他有想过 如果那个在保姆家的孩子是他的宝贝 他怎么办 如果12月21号居家中心的人员 多一点敏感度跟儿蒙的社工来进行联系 也许就会发现异样 也许就可以救到这个孩子 没想到社会局局长回应我们说 这个案件因为我们已经没借出去了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要必须追踪他的一个责任 难道转借出去到民间单位 他们就认为整件事情跟他们断了联系 他们不需要继续来去追踪吗 绿营党团呼吁别再列屋 首要工作是中央地方合作 重建起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社会安全网有中央跟地方合作 刚才两位来宾提醒大家 现在其实你不能够推卸责任的 包括了新北市的社会局跟台北市的社会局 那刚刚我很直接问石器姐说 哪一个要先优先考量 他说是台北市的社会局 那今天延峰议员就台北市的议员吗 我想请问我透过两位台北市议员的说法当中 请延峰议员帮我们说说 我先来看中备军的 中备军说 请问你台北市长奖案过去两个多月在干嘛 难道还希望老百姓就这样念着你的好 一种态度执政是在愧对于市民 中备军要求奖案要检讨哦 另外也是国民党的议员叫陈兵甫 他说这个案子是由新北市社会局转交给儿佛联盟的 保姆涉及在台北市 台北市社会局基于职责每年三到四次的访试 新北市你没有积极了解状况哦 小朋友从九月一号收拖到十二月二号罹难 二四号罹难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怀 所以这两位台北市议员 他们认为一个是台北市社会局 另外一个是新北市社会局 严峰议员你怎么看 其实双北市的社会局都撇开不了责任 不是说蒋万恩自己在脸书上面还去写说 什么有人劝他要等行政院卫福部 把话先说清楚 叫我不要公亲便士族 蒋万恩竟然冷写的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 昨天竟然发了这个文 所以从刚刚两位国民党的议员的谈话就知道 其实这个议题是不分党派的 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全台湾儿童的权益 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就是说 现在双北市都只想要用政治口水来掩盖真相 我就想问嘛 这个案子其实从去年的十二月 这个凯凯就发生事情了 到现在三月了 这整整三个三个月的时间 请问台北市跟新北市的社会局 你们做了什么 还有儿福联盟你们做了什么 这三个月做了什么 都在隐匿啊 如果不是爆出来 我们现在会讨论 如果那个爆没有拍影片谁知道 是所以就是代表说政府的行政机关 都只想要掩盖真相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最好都不要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这样的结果 这是第一个嘛 第二个儿福联盟 他们昨天开记者会 口口声声也讲说 刚刚讨论到第一线的社工 大家要知道 我们第一线大部分的社工人员 都是非常尽责的 包含我们在常常遇到独居老人 包含弱势的家庭等等的 包含还要送餐 这一切的一切 这些高官们不想要去做的事情 都是我们第一线的社工朋友在负责 这一位诚信志工 看起来他是蛮年轻的 他在儿福联盟工作的这段期间 我不相信说他今天所有的访试资料 不管他今天到底有没有犯错 这个可以让司法去厘清 他所要申报的这些记录 难道都不用有主管去审核吗 他上面没有组长 没有一个就是主管说 你今天交回来的东西 我在儿福联盟里面 我要先去确认说这样子的内容到底有没有问题 总是有吧 所以儿福联盟在管理跟SOP 也有问题 你们的制度就是有问题了嘛 再来社会局你身为一个地方的主管机关 我讲一个台北市社会局 这个是其中一个 儿福联盟在台北市 跟我们台北市很多的单位都有这个申请公益的补助 包含这个交通局的是所谓的公车公益的版面 光一百一十三年就申请了二十面 儿福联盟申请公车 看广告希望大家多捐钱给儿福联盟 他们做形象的包装 结果比他们的服务来得更重要 这个是我们很遗憾看到的 贪金最重要 贪金最重要 结果你该做的本业 你该做好的服务 我们却没有看到啊 第二个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案 你这只是交通局给我的资料 其实还有所谓的捷运公司 包含捷运的这个灯箱 都有很多供应 那个动辄一面都是三万五万起跳的 所以政府其实也是希望社会安全网能够做得很好 他其实也帮忙也是有 除了社会局 其实还有台北市的卫生局 为什么 是因为三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脆弱家庭 其实社会局要告诉卫生局 然后由卫生局 每一个脆弱家庭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要派一个专责医生 这个是县市政府要做的 那请问一下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 你有没有派专责医生 那个医生有没有去定期访试 那个访试完之后 有没有告诉你们说 这个脆弱家庭的小朋友 如果那个医生确定有去访试 这事情就不会被隐匿了 有可能嘛 所以社会局跟卫生局 现在多一个单位 多了一个 对 所以我我从刚刚那个案例 再来讲一个 其实这个是林月勤委员 昨天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就是我们台北市的这个幼儿园 有发生教保员性骚性轻的状况 当时就已经通报给台北市的教育局 结果教育局竟然第一时间 没有让那一个人停职 还继续让他上班 导致多了十三个小朋友受害 这个案子 结果他们又把这些小朋友的辅导给谁 给儿福联盟 那我们又发生这个事情的状况 我们就会担心说 那你这样儿福联盟 你刚刚讲说这个监督的机制 都已经出问题了 你又把更多的小朋友 又拿就是转介过来给儿福联盟 那他们有没有办法做好这些本业的服务 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情 等于说你好像介绍给别人 或交给别人出去 就不负责任了 你就好像都没有你的事情了 是 你刚刚讲是教育局 对教育局 又第三个局跑出来了 所以显见台北市你整个系统对于儿少的安全 儿童的福利 你是长期的几乎是末世不作为 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那你说各局处首长对于自己负责的业务 并没有好好的盯 但是基层的社工 这些员工其实做得很辛苦 薪水又少 人力又少 是所以第一时间都在谴责我们第一线的社工 但大多数的社工都是很辛苦的 那我要问 请问台北市的社会局长跟蒋万事长 我讲台北市社会局 去年就发生女职员跳楼自杀的案子 现在三月份上上个礼拜的新闻 又说女职员贩毒被抓 就是社会科里面 对都是社会局 而且在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广场还卖毒品 是 然后卖完了之后又回去上班 然后就被抓了 头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又发生 今天这个凯凯的这个小朋友的事件 那又刚刚讲到我们幼儿园 又发生这种性侵的事件 这个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说 都是没有办法接受事情 那蒋万一 你难道没有任何责任吗 所以我不客气的讲 这个我觉得这个儿福联盟 就是我们最近在讨论的这个苏丹铜 他就是儿福界的苏丹铜 他是结构性的犯罪 第二个王玉敏 你身为儿福联盟的董事 你过去还是执行长 你是现在的立委 结果你可以好像一副 没有你自己的事情一样 你说要检讨制度 那你过去在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好好的去做 你该提的法案 你也可以提啊 你又不是第一次当立委 对不对 所以你要撇清责任到这种状况 然后想要又推卸给卫福部 推给中央 然后再来你蒋万安 你今天就是一个人血动物 你几乎是成为这整个遗憾的事情的帮凶 你没有做好你市政的管理 市政的监督 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 又说你自己是不要公亲变事主 那我们要这种台北市长要干嘛 我相信这个很多全国的民众 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果的发生 所以我们也呼吁 我们现在就是我也要求台北市整个应该要针对俄福联盟 他所向台北市申请的相关的补助 包含我们转介的所有的案子 都要重新的来做检视 不能说在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我相信这个是对我们台北市基层的公务人员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士气的打击 我刚听严峰议员的意思就是说 包括了台北市也许社会局 也许你刚刚说教育局 或者是卫生局转介给俄福联盟 所有的案子当中 请各局处的首长负起那个责任 好好的一个一个去检视 因为严峰议员意思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自己的局处长官 自己要扛起来 不要把所有事情全部丢给一线的社工人员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家庭个案 都是社会很阴暗的 大家希望说越久越好 但是问题在那个地方 你不能不碰 不能丢了就代表没事 就是说你不要说 今天我只是转介了 好像说我把这个皮球踢出去了 然后我就不管他了 像这样子的弱势家庭 其实都是要长期性的关注 包含刚刚讲的很好 就是说卫生局 为什么要有一个专属的医生 因为对于这些小儿科的医生 为什么我们小朋友再去打疫苗都要做检查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小朋友 他可能是由保姆这边来照顾 或者他是送给托婴中心 当他们在检查 小朋友身上的一些发展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说 这个黑针或者这个伤 到底是不是外力造成的 当医生发现说 这个可能不太正常 他就可以马上通报给社会局 他可以通报家暴 或者是通报警察局 进行后续的这个接管的动作 可是如果我刚刚讲说 一环扣一环 当你这个部分没有去落实 你的SOP 没有把它建立出来 而且你的主管机关没有落实监督好 这个流程的话 就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你本来打 带去打疫苗 凯凯的头被撞伤 他被剃头发 他的表情变得不一样了 这些其实很多时候 不管是社工 或者是这个那个医生 他们都可以察觉得到的是有异常的 那显见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是有了疏失 一定是有了疏漏 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台北市 你今天说要把它推给中央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合理 严谋议员 我知道你们在跑基层 看到很多很特别的个案 那你们其实应该也常常遇到 就是可能地方政府里面的官员 很多希望不要有事 所以你这样一直不断呼吁 这些各局处的首长 可能会越来越讨厌你们议员 监督太用力会不会 监督市政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当议员不是为了让这些局处首长 喜欢我才当议员的 我是要为人民服务 而且要监督市政 我们都是希望整个政府的机 就是说他的机制 能够越来的越完善 然后法规能够越来的完整 不是说今天你当了一个局长 当了一个处长 叫你坐在办公室里面 每天交朋友 最好都不要有事 有事情就大家找来泡茶 大家悄悄的都没事情 现在是出了命了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台北市所有的局处首长包含蒋万安 你为什么让大家都认为说你就是没有能力可以当好一个市长 因为你常常都在状况外 上一次这个深坑大火 一个晚上 你失踪不见 烧到整个台北新北都闻到那个臭的味道 对 好 然后你一天了之后 好 你现在换掉环保局局长 换掉 换掉了 对啊 后来就 现在就是新的局长了 那现在社会局一而再再而三 已经几次了 他换不换 对 我们现在就在问说那你蒋万安你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处理 但是你有几个局长可以换 也是 所以你到最后责任还是在蒋万安的身上 你今天是市长 所以所有的政治责任 你应该要硬起来 你要有那个肩膀来承担 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就说我们在演绎 在检讨 那我们有讨论出一个结果 在跟社会大众报告 我们已经听腻了 台北市民已经腻了 所以我们要的看到的是一个有能力 有魄力的台北市的市长 拜托蒋万安 新北市的议员 新华议员 新华议员 刚刚延峰议员特别讲这个部分 他刚刚讲一个重点 难道各局处的首长有当心 他真的用撤的吗 用撤撤 私底下那个基层员工 让他们累累的半死 可能很多时候没事就没事 有事在出来面对 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包括社会局 跟特别是社工 其实你看每天面对这么多 不是很顺遂的人 不太开心的人 所以其实社工真的很辛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我们的国家 其实现在每一年 大概花了超过四百亿的预算 在补足社会安全网 那我相信中央在这个框架的设计 制度的设计 地方在第一线的执行 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 都有权责 来补足我们社会安全网的部阻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 最重要还是 我们为什么会让一个这么恐怖的保姆 进到职场呢 对不对 拔指甲 打断牙齿 头骨凹陷 还烧他的生殖器 我们怎么会让这么恐怖的保姆进入职场呢 我觉得是一个制度面的问题 这才是一个问题的重点 那我从这个社工先来谈 第一个 社工 他目前的状态还没有理性 他到底是包庇 还是工作的疏忽 还是他造假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误言误众 也不要攻神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社工 他被警察带走 他没有逃跑 没有拒捕 也没有自残 但是靠上这个手铐 大家觉得说 这个执法的强度 会不会让社工觉得很受伤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检讨的地方 第二个我觉得从制度面来说 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这个社工去仿视好了 我们姑且不论仿视的这个密度 我们知道这个仿视的密度 如果提高的话 或许有必要 但是最后苦还是社工 我们人力到底足不足够 我们社工的薪资到底足不足够 这是一个问题 那同时呢 我们在仿视的时候 我们定罪SOP嘛 有人说 你这个保姆打人 可能是打被衣服遮盖的地方 我们定了SOP啊 你去仿视的时候 你就是要看被衣服遮盖的地方 就是要看我定在SOP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将来对于这种高度权力 不对等的一些职业 我举个例子 婴儿被打被虐待 他不会讲 这种高度力量不对等的职业 我们要求干脆保姆 你就做精神鉴定 如果你做完精神鉴定的保姆 我们每日的补贴 给你增加 用鼓励的方式 也是一条路啊 还有刚刚实习节讲到 我们现在就有儿童 这个专责的医师 我们现在其实真的三个 三个族群 比如来自脆弱家庭 来自有这个 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 这个受政府 这个怎么讲 受政府这个监管的家庭 特殊案例的 特殊案例 还有这个出养的家庭 这三类孩子 他都应该有这个专责医师的照顾 但是现在这个制度的普及率 却不到五成 所以将来我们大家看看 我们的社工单位 我们的卫生单位 跟医疗单位 横向 确实应该把连接起来 才能够现有的制度 一个覆盖率不到五成的一个 这个儿童专责医师的制度 能够得到落实 最后我想讲就是说 其实从这一次的制度面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其实这一次 这个受虐男童 他的外婆 本来想说 我可不可以让我的这个男童 给我一个熟悉的 周姓的保姆 来照顾 可是这个社福机构 说不行 这个一定要转介给社福机构 然后这个保姆 才能领得到 每天一千块的这个奖励 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可以思考 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这个 社福机构转介 没有错 在过去 我们或许会觉得说 社福机构 他的保姆可能有一定的管控 有一定的这个审查机制 所以交给社福机构 可能比较安心 可是目前看起来 好像制度面出了问题了 可是我们经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将来 确实这个孩子 来自于弱势的家庭 也确实有一个合格的保姆 有通过证照 没有重大舒适的保姆 跟家属比较熟悉 他有获得证照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放宽这个补助 为什么一定要透过 这个社福机构转介 如果家属信任他 这个保姆没有不良的记录 而且他有相关的证照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补助 直接给家属信任的保姆 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觉得说真的 这个不要分蓝绿 也不要分中央或地方 针对这些制度面的问题 我们如何让将来 这么恐怖的保姆 不要再来虐待 不要再有机会来虐待我们的孩子 特别是这一次出事情的这位保姆 他不是第一次虐童 他有前科 如果让将来这样的人 不要再进入保姆的职场 我觉得是这件事情 过去之后 我们要如何来补足 我们制度能补足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幸好院员 您刚告诉我们说补足制度 我知道官方的建议 官方的讨论是一定要有的 但今天最新的 我们来看很多的风向 看起来好像针对儿福联盟 大家也都不是很满意 你觉得社会对儿福联盟的苛责 是不是刚刚好 还是其实应该要再进一步的苛责他们 我觉得其实儿福联盟 你既然接下了这样一个任务之后 包括你保姆的品质 保姆的品性 你既然这是在你的制度框架里面 你就要有责任去确保 你的保姆不要做这么荒唐的事情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 这次的保姆已经不是什么舒适能力不足的问题 再我来看抱歉 我觉得他是一个恶魔 他总是去拔指甲打断小朋友的牙齿 来烧他的生殖器 还把头骨打到凹陷掉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怎么讲 他就完全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恶魔 他不管到任何的职业都不应该存在 那为什么现在还会让这样一个人 出现在我们这个儿福体系的保姆里面 特别是他有前科 你为什么没有经过前面的教训 来排除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儿福联盟 他当然有责任 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 确实他要改变一下 他内部对保姆的审核 他现有的机制 有什么这样漏洞 我觉得我补充一下 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大众 或者是社工界的朋友们 他们昨天看到这个社工被上靠 其实他们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 跟遗憾的 我就想要问儿福联盟 你们昨天下午开记者会 董事长口口声声说 会全力负起责任 你们的执行长 这个白小姐 然后也说 他们一定会怎么样 检讨制度等等的 结果昨天这个社工 陈姓社工在我们台北市 文山二分局被上靠的时候 在调查的时候 你们儿福联盟竟然连一个法务 或者是一个陪同的律师 都没有派 都没有派 你就让一个社工 我先讲 如果这位社工 他当然有他的疏失啊 等等的 他可以去调查 没有问题 但是他今天在儿福联盟里面工作 对 你们儿福联盟难道都没有任何的责任吗 你们这些高层到底在做什么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负起责任 结果你让一个基层的社工 要去扛起这所有的一切 这样对他来说 对这些社会大众 对这些社工朋友来说 公平吗 所以儿福有可能会继续的甩锅 把他甩成成为一个社工个人的问题 或者去甩锅变成是这个社工养成的系统 是这样吗 是啊 所以他也可以讲说台北市 其实这个在保姆的评鉴 不是只有我们儿福联盟 可能连其他的基金会 负责的基金会 他们才是负责这个保姆日常的评鉴 他也可以这样子甩锅 所以倒是我们就是没有 我们很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儿福联盟 你们这些高层 你不要只想要募款 只想要包装你们个人 或者是这个儿福联盟的形象 大家要看到的是 你说你要负责 你到底负了什么责 那你未来要怎么样子 能够杜绝这些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再来你要怎么能够提升 你们服务的品质 重新的赢得社会大众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这是重点要改变 但是政治口水永远会出现 稍微来继续来看到的是 尼童的流行保姆 在2022年10月取得台北市居民 居家托育人员登记 核发的登记证 明明是台北市政府列管的 你国民党有什么脸 开记者会推给中央 稍微回来